京都楚市集团董事长已于昨日病逝 其继承人尚未确定 目前集团暂由执行总裁林千雪小姐奈长 董事长生前有令 集团将由楚家少主楚阳继承 少主已于云城上门为序 隐忍三年 现周人听令 随我回云城 恭迎少主归位 是 楚阳 你看嘛呢 看龙 哎 年纪轻轻的 整天就知道看什么龙啊 老婆你怎么来公司了 你叫我什么 老婆 叫我什么 不是我们都已经 叫我什么 苏老婆 记住 你只不过是我苏家收留的一个费用 当年要不是处事集团开出条件 只要你都追我苏家 就能获得百亿订单 我苏家就是养条狗 都不会养你 给你个看大门的工作 是看得起你 不要不识抬举 三年了 到底还要隐忍到什么时候 我不仲 Viv... 年纪路 你不用再忍了 月 我们 nasa 第三9 来 愿者 全部都会 一下 肯定仲 来 稳 千鱼 你怎么来了 Alt 晓风 作 杨儿 快坐 您是为父最信赖的儿子 这次家中有变 不得不送你去云州 接后几年 你要主动示弱 隐姓埋名 暗中积蓄力量 你可明白 杨儿明白 明白就好 你要记住 为父去世之人 便是你恢复身份之时 到时候千雪会来接你 千雪从小就是出家 一手养大的媳妇 她是绝对可以信任之人 到时候她会为你亲手送上王冠 祝你登上楚家的王座 好 这次去云州上门为序 必定会招出到无数区域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隐忍 万万不可提前露出锋芒 知道吗 隐忍 三年之期已到 如今我终于可以不再隐忍 今日本少是要找回失去的一切尊严 各位应该都看到新闻了吧 京东万一家族楚家的董事长 于昨日闭市 现我接到消息 楚氏集团的执行总裁 林小姐 将于今日前往明城 接楚家少爷回家继承家业 什么 楚家少主既然在我们云城 是啊 之前从来没听说过 可是苏总 这件事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楚家少主乃是云端之上的人物 确实与我们苏氏集团没有关系 但这次林小姐来云城接人 首先的洛条铁 却是我们苏氏集团 既然是我们负责接待林小姐 林小姐是来接待楚少爷的 那岂不是我们都可以 远远接上楚少爷的 对呀 这可是个天大的机会呀 本次接待任务时间紧任重 我希望大家群色群厉 尽快给出一个最佳的接待方案 打电话忘了 林小姐到哪了 查一下 林小姐的车队到哪了 什么 林小姐已经到了 你说什么 苏总 电话里说 林小姐已经到了 但是被保安埋在了楼下 什么 楚少爷你该死 赶快下去接人 千万不要让楚少爷的傻子 得罪了林小姐 少爷 继承遗嘱于今晚八点生效 现在车队已经备好 请您立刻随我启程 回京继承家产 先不急 你下去安排一下 今天晚上 就以我储家少主的名义 广邀云城名流 宴请全城 这是何意 人活一世 争的就是一口气 我在云城被人叫了三年的废物 今晚也该让一些人知道真相了 明白 我这就去安排 去吧 林小姐 初阳 你刚刚都干了什么 怎么了 你知道你赶走的是什么人 朱乐阳你 叫我速走 朱乐阳你有完没完 那么 废物东西还敢给我丁嘴 你连个保安都干不好 我身上见我的贵客赶走 你真的对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朱乐阳 我在你眼里就真的不堪吗 你非要等到这么多万人的面 你私里抓见我吗 我就抓见你怎么了 怎么了 当初是你哭着求着上我们家门 我们就反扬你三年 这份恩情 你八代我的 朱乐阳 你方正我不敢还手是吗 还手 怎么 你还想打我 你打 你打 有救生 朱乐阳 这李子宝也是 你今天不上线 林小姐 你是不知道 我家这废物东西 刚刚把林小姐赶跑了 而且 而且他想打我 你家养的狗 现在开始会咬人了呀 你是谁 我他妈是你爹 臭王 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本少子身份啊 梁少 你还跟他背什么话 赶紧帮忙想想办法呀 今天得罪林小姐失效 要是惹得楚家少爷生气了 我苏家课就完了 哎 这件事情你不要待 我今天过来 就是要告诉你的消息 什么好消息 哪 这个 这是 我梁家刚接到任务 今晚在云井酒店 为楚家少子举办生龙宴 这是刚映出来的邀请函 我第一时间就给你送 生龙宴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童少爷在云城迎惹三年 如今要回京就成家业之计 今晚八点 特别在云城举办生龙宴 宴请云城 更显明日 啊 真的吗 当然 楚少爷已经放话 这三年以来 他在云城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 这些人 他都会记住 今晚 所有对他有恩之恩 他必定会十倍偿还 十倍偿还 也不知道这些年 无意间有没有帮助到过楚少爷 要是今晚能被他点到就好了 苏乐瑶 你会被点到 你不只会被点到 今晚 你会在会场 充与这辈子最大的洋校 废物东西 我跟你说话了吗 你在这插什么嘴 我只是想提醒一下 楚先生今晚不只会对有恩于他的人十倍捕他 更是会对这三年 其他主他的人百倍的放 苏乐瑶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你是楚少爷的恩人 而不是他的仇人了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苏乐瑶可是云城近几年最优秀的占颜星星 而且整个云城上流圈子的人都知道 他性子温婉贤淑淑 体贴大方 他这种人 怎么可能是上 不是 温婉贤淑 体贴大方 你觉得这些形容 你配得上吗 臭门 好好开大门去吧 我们这些上流社会的事情 还能当你一个一个 雷雅 走 这声音音乐马上就要开始了 送我过去 好 千雪 帮我准备一身衣服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赴宴了 三年为雪 受尽屈辱 慢慢接着 时日 仅日忍无可忍 今仅是池中乎 一遇风云变化 龙鹏九天惊风起 今日我楚洋 便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还有你 苏乱瑶 今晚 你我便做个两段 哎呀 小凯啊 你看这楚少爷办的生命宴 就是气氛 对呀 不愧是地中豪猛事情 真是气氛 哎 妈 我姐在那边 我们快过去 哎 好 妈 弟弟 你们怎么来了 瞧你这话说的 当初要不是楚家 给我们本意订单 我们是楚家 哪能有津铁 如今楚少爷 要半生无恋 自然 是要来打谢一下的 有什么 楚家少爷大场戏 那个叫楚家 八病的 还跟我姐 对不起 你 见到那个楚家少爷 这还得靠梁少营建呢 哟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梁少吗 这些年来 你一直在事业上 帮助我家乐瑶 多谢你了 哎 我母哪里话 我本来就喜欢乐瑶 要不是你们家 突然拖了个坠 高免我们现在 就是一家人 好端端的日子 梁少 你现在废干嘛 乐阳 这家伙 不在你公司 老老实实的看大门 我这给干啥 我也不知道啊 我没有通知他来啊 姐 你等着 这就帮你父母干出去 喂 不要 苏克 苏你妈的干 老子的名字 也让你在这叫 一个看门的狗 好好在家待着 往这这里干什么 啊 不要太过分 那威胁就我来了啊 姐 你快看看吧 你废物都威胁我 初遥 你个乌兰费 跑到这里来欺负我弟弟 我欺负他 苏拉瑶你眼睛是瞎了吗 我俩刚才前动手 你看不到吗 就算是苏凯先动的时候 怎么了 那也是你活该 你要知道你在我们家的地位 你只不过是我们家 见过的人的上门女婿 你不应该在家里 洗衣服作笨吗 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身为你的丈夫 连站在你的身边都是他给你丢人是吗 当然 够东西 我看看你什么身份 我女儿又是什么身份 我家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当初烧溜了你 就因为养着你这个废物 私家在外面 被人春季两骨 笑话了真正三年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还跑过来 给我女儿挑脸 胡杨 我劝你看清楚 你就是社会底层的娃子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小凯 赶紧把这个脑子不正常的玩意 给我逗出去 别让他在这儿丢人现眼 听到了吗 叫你滚 胡苏家 当真是要把事情做绝吗 做绝 我们就在把这就做绝了 又能怎么样 你 其实一致 逢归九天 随我供应少主归位 供应少主归位 八点已到 有些人 该遭报应了 你在胡说八道是什么 我说 你们的报应到了 行啊 苏彩 别听到胡说 这一个钟声 是为了楚少爷而敲 今晚生龙夜 就听八点 钟声响起 就说明楚少爷 马尘就要到 这么快吗 没错 从上去马尘就要到 但是伯母 一看看你家的这个废物质疑 还处在这儿 是似有点太合适了 你个狗东西 你耳朵能了吗 你还出了家干嘛 你得让我们苏家的脸丢进才算了 你还不赶紧够滚 王秀 说 今日不是我丢你们苏家的脸 这是你们苏家来丢我的脸 该滚的人 就是你们 你只给我说一遍 我说 告了初遥 我最后一次问你 你到底是滚 还是够滚 我 装疯卖傻 无言乱语 这一巴掌 我打的是你不知警惕 苏 丢人现眼不实礼数 这一巴掌 我打的是你没有教养 这一巴掌我打的是 这一巴掌 打断你我父亲情义 重吹三年 本想低调度日 可是你们苏家忘了 父依依依再如我 那今天 我不仅能跟你们苏家恩断一绝 我还要你们苏家 付出百味代价 烦了烦了 苏家准许赶施主了 来人 我打断他两条狗腿 修士集团执行总裁 林谦雪的 我看谁敢 今日是储家少主的生龙业 是谁在这里吵闹 啊 林小姐 你误会 我们刚刚 职资教学有出宝安 保安 林小姐 那只是个废物 不值得一提 我们千万别在意 对了 你还记得我吧 三年前 我受储家董事长授意 亲手将百亿订单 交给你的苏家 你自然记得 记得就好 记得就好 能被林小姐 这样的大人物记得 人家苏家 简直是生生有幸啊 林小姐 白天您到我公司的时候 我楼下的保安 有眼无珠 盖满了您 还请您不要见怪啊 你说谁有眼无珠 我说我那 看大门的废物老公啊 暴死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是 林谦雪 迟到了 千雪来时半步 还望少祖恕罪 少祖 千雪 不必多礼 你自幼就是我 楚家养大的姑娘 现在更是 楚氏集团的执行董事 在外乃是千金之躯 不必这么恭敬 好的 林小姐 你是不是搞错了 怎么可能是你们家少祖 是呀 他不过就是个少保安 我自幼在楚家长大 与少祖相识十八年有余 你们觉得我会认错人吗 那他既然是楚家少爷 为何来我家做个少保女席啊 对啊 他身份明明那么尊贵 为什么一直不说啊 我家少爷一生行事 何须向你们解释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 楚阳他到底有多少资产 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啊 当然可以 今晚这场生龙宴 不仅会让你们看到 我家少爷的实力 更是会让整个云城 都折腰扶手 来人 上屏 生龙 赶快六毛八 全球排名七十八一六千九百四十九名 这也太球了吧 这样的排名 放到全球都是倒数的吧 少爷请签字 正式接管楚家所有资产 资产转移已经完成 排名自动更新 快看 楚阳的排名开始上升了 升得好快啊 各十百千万亿 八十一个亿了 还在涨 一千三百亿 几几几十了 九千六百七十三亿 全球排名前三还在涨 狐狐烈亿 等你全球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现在知道我家少爷的实力了吧 楚阳 这是真的吗 你真的是楚家寿主 是与不是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你是我老公 你那一半财产都是我的 苏乐阳 我不觉得你现在很恶心吗 我怎么了我 你之前对我百般羞辱 正直骂我是你苏家的狗 现在看着我 你没什么身份 又跑过来喊我老公 苏乐阳 你真的很虚伪啊 我 我没有 你没有 你这三年里 修我 扑我 骂我 打了我多少霸道 你自己不知道呢 你少给我装什么清高 要不是我三年前 给了你们苏家百亿订单 你们苏家拿什么 飞黄通达 你苏乐阳 拿什么狗狗在上 我知道你脾气不好 这三年里 我对你都是万发隐忍 千九换来的 只有你我之间 愈发浓重的厌恶 恶心 闭失 这一切都因为什么 就因为我 没有钱 是吗 现在好了 我有钱了 可惜呀 你也高攀不起了 我明白了 都是我的错 我向你道歉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能不能抛开那些 抛开 三年的渠如 你说抛开就抛开了 告诉你 你我之间的恩怨 没那么容易抛开 初遥 你要大胆子 你个道歉 我打你姐怎么了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苏凯 哦不 苏总 你这些年不是挺厉害的吗 不是仗着我给你家的百亿订单 在外面收拢一大批小弟吗 怎么 你这个江湖大哥被我打了 都不敢玩手了 玩手了 我 我不敢 初遥 你够了 就是突然有了顿小钱 就是这副嘴脸 就是这副欺负女人和小辈 你还有没有那连曲 连曲 嘴脸 王秀芬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种话 自从你们苏家拿到了百亿订单之后 最能仗势欺人 最不知羞耻 最脸最仇恶的人是你 你 你不闭嘴 好歹也是你的长辈 你这么过说话的 你是不是以为 你顶着长辈两个字 就可以为所欲为 就可以在我头上作威作福 当然 可让我告诉你 百善秀为仙 你敢对我不敬 就是违反 我人理当场 就是不诚不孝 王秀芬 你可真不疑老买老啊 就是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一句话呀 什么 啊 妈 没老不尊 没幼不敬 我是不是笑脸已经给多了 自己不要脸 等着我给你脸呢 哎呀 你看看你留在这记住 你妈妈敢的 这就是房间 妈 别说了 都是我的错 老公 叫什么 老公 叫什么 老公 叫什么 初总 初总 都是我的错 我全家对不起你 你受到教训 你也发现够了 请你跟我回家 让我继续当你的妻子 端茶都是伺候你 弥补这三年来对你所犯下的错误 人家真的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苏乐阳 你知不知道 这世界上有两种动物的眼泪 这不是相信 一种是恶语 而另一种 就是你 你妄图用这么几滴廉价的眼泪 来换取我对你的原谅 我告诉你 根本就不够 苏总 你要我怎样做 才可以原谅你 什么也不需要 你我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 都是我的错 你不肯惩罚我 我自己来 都是我今天 都是我的错 对呀 别打了 咱不能阻尽自己 妈 你别管我 我自己打自 就算我今天死在这 我不信 初遥不可原谅我 东洛洛 别打了 初遥 你可原谅我了 不 是你这种撒泼搭广的行为 真是恶心到我了 所以说跟你离婚 还不够 坚军 帅爷 吩咐下去 撤销对苏家的所有知识 从今天开始 让苏家 在云城 就此除名 从今天开始 让苏家 在云城 就此除名 从此以后 好自为之 我完了 那 我被苏家 居然晚了 梁少 你快帮我们想想办法 你不是说 你认识是主少爷吗 难道 楚遥他 好像有问题 梁少 难道 你家的继承人 不是他 没错 今天给我打电话的 就是主家少爷 他说未准是初期生物业 而给我打电话的一个 根本 不是 啊 什么 你的意思 是楚遥在骗我们 哎 老母 稍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喂 请问是楚总啊 是我 怎么了 楚总 不好了 生物业 有着冒充你 知道了 我马上就到 哎 好 黄黄 搞清楚了 真正的楚总 一口就他 而他在这 愣了半天 他就是个冒陪我 很好 本少爷正常 没理由收拾你了 你自己找上门来 是啊 你不闭嘴 你个东西 竟然假冒 授业的名义 来欺骗我们 今天 不把话说清楚 就别想活着 走出这个烟灰机 别不说你冒牌的属手 在这 作为作为 就算是真的 楚少爷 你当时这么多人的面 大军将等人一个女生 你报复心里 你未必拆住了吗 你还是人吗你 我报复 我不是人 那你要不要问我他 这三年是怎么罪我的 加了我多少巴掌 是他苏洛阳把事情 住在先 我不报复他 还要原谅他吗 楚洋 你给我住嘴 有这么心胸狭隘吗 他不就平日里 多伤了你几个巴掌 你就这么记仇 这么心理阴暗 精心策划 用楚少爷今天尚未的机会 报复别人 无意来放火吗 我冒充 我泡芙 你有没有感觉到 自己真的很可笑啊 尚未听到点疯言疯语 就马上变成 这副恶心的模样 你怎么就这么善恋呢 随便你怎么说 等真正的楚少爷来了 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帝都 楚家少爷到 什么来了 楚洋 万能在这才生龙殿 你好大口大 怎么又来个楚少爷啊 就是啊 不知道啊 楚总 你可算来了 就这小子 冒充楚家少爷 在这里神心霸道 对 楚总 赶紧叫人来生死他 不 他没有 他的确是我楚家的少 但是 那都是三年前的事了 三年前 他就已经被逐出楚氏集团 而现如今 整个楚氏集团 仅有一个合法继承人 那就是我 楚洋同父一母的亲兄弟楚风 是与他楚洋 就已经不是楚家的集成人 根本没有资格在这里开宴会 男朋友这小子 装的你是气壮 原来是楚家气笑的 既然您才是楚家的宪承人 可是为什么林千雪 会去云州找楚洋 而不是找您呢 因为他林千雪妄图谋权篡美 只是苦于没有我楚家的雪 于是就找了楚洋这么个废 我说的对 林千雪 一派胡言 我林千雪自幼在楚家长大 楚老爷子对我恩重无山 我怎么可能在恩人死后 基于他的财产 如若无事 怎么可能不卷千里来找楚洋继位 我楚家那么多后辈 哪一个不比他优秀百倍千倍 凭什么万一家财 要交到他这么一个废物的手里 凭什么 就凭这个 报告 这什么东西 这是楚老爷子的亲笔遗嘱 上面写明了 楚家所有资产都有楚洋一人继承 遗嘱已经经过公正 并将由我监督之心 楚风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遗嘱 你敢不敢把遗嘱拿过来让我看 当然可以 不必了 他楚风铁的心跟我争夺家产 又怎么会再遗嘱遗嘱 这东西交到他手里也没有用 不如我提前帮他撕了吧 尚爷 你 但是楚风我告诉你 就算是没有这只遗嘱 你楚风 也没有资格跟我争 很好 我这个地理现在挺有出息 就要凭你今天撕了这一手遗嘱 就可以勉强把你的称号从废 升级成出货 但是仅此 你可千万不要多想 厨子说的没错 这家伙就是个出货 万一 说死就死了 乐阳 他已经把遗嘱撕了 再不是出嫁的笑 我们也不用怕了 自寻死路 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收场 我怎么收场还轮不到你来管 你 楚风 你是不是觉得 你在国外留个学 拥有斯坦福大学研究生硕士的学历 你就比我更有资格做继承人 是 你是不是还觉得 你从小混进地精的圈子里 拥有资源人脉无数 你就比我更有资格做继承人 是 你是不是还觉得 你苦熬了两千多个日夜 终于接触到了大厦冷殿 给冷殿递了一封申请书 你就比我更有资格做继承人呢 是 等等 你怎么知道我给冷殿递申请书的事 因为你的申请书一直在我手里 而我 根本就没签字 怎么可能 我的入殿申请书 我可是委托黄老 直接送到冷殿总部的 怎么可能在你手里啊 我看看 朱总 您这怎么了 你为什么会跟大厦龙殿有关系 大厦龙殿 是那传说中的神秘组织吗 不是那个 还能是什么 这个大厦 还有什么组织 资产龙殿 大厦龙殿 郑国瑜 护龙脉 临驾与凡臣 一切家族之上 能入龙殿者 要么 战功卓注 要么 富甲一方 据说 攻入龙殿考察 继续三年 少爷 楚风的龙殿神秘书 为什么会在你这里 因为当年的事情 你只知道一半 千雪 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话单独对杨尔讲 杨尔 维父有件事 今天想一并告诉你 其实 熟稚集团到底传给谁 父亲不是很在意 维父真正担心的事情 是维父经营了几十年的 大厦龙殿 到底给交给谁 大厦龙殿 大厦龙殿乃是 龙殿店主的贴身信物 怎么会在你这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 瞒着我 那些年 那些事 不是几句话 就能讲清楚的 我心里也很愧疚 维父身为龙殿店主 这么大的事情 却一直瞒着家里 这么多年 然而 过去的事情 维父不想再提 但你要知道 维父如今要传给你的 不单单只是 楚氏集团继承人的位置 更重要的 还有龙殿店主之位 大厦龙殿 维父先交给你 龙殿的一切大小事物 维父也会 暗中开始交给你打理 你记住 戴上龙殿之日 即使你正式成为 下一代龙殿店主 那是 在这之前 还是父亲 跟你说的那句话 接下来三年 隐忍 一定要记得隐忍 父亲我知道了 那我什么时候有资格 戴上这枚龙殿 当你看见龙的那一天 自然就到时候了 见龙 当年的事情 您只知道一半 而另一半 都是我在默默承担 其中就包括 批阅他的入殿申请 批阅个屁呀 别以为我不知道 楚总的入殿申请书 是你偷问的 楚总的入殿申请书 是你偷问的 梁家 刚刚的话 你敢再说一遍吗 我有什么不敢的 楚总 您想想 但凡龙殿成云 哪一个不是光君要素 三代表的存在 他楚阳不过就是一个废物保安 怎么可能跟林殿是这关系 要我看 您的入殿申请书 就是他偷来的 不话道真 当然是谁啊 您好好想想 像您这么优秀 您的入殿申请书 交上去三年都没有任何负责 那肯定就是被他楚阳 霸道结婚了 根本就没有送到龙殿上 说吧 这有点道理 不过 也白被人家分析了 你的入殿申请书 在三年前 就已经放到我帮助的桌上 只不过当时我没有签了你 因为我觉得你的野心太大 这也太多 说完了 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店 你胡说霸道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 龙殿的入殿申请 极其也可 每一封入殿申请书都要经过龙殿店主清死写字 你说 祖总的入殿申请书就写字 你的意思是 你就是龙殿店主啊 没错 我就是龙殿店主 我 就是龙殿店主 姐 她说她是龙殿店主 不 不可能 她这三年怎么过的 我都看在眼里 她怎么可能是龙殿店主 那可是放眼大象 是高无上的存在啊 就她 她要是龙殿店主 我还是天生的王娘娘了 少爷 龙殿为名在上 有些话是千万不能乱说的 晚了 初遥 你什么在这里大放厥词 如果真像你所说 你就是龙殿店主 那你手上这枚龙殿 为何不在 家父曾经说过 一日不见真龙 一日不带龙殿 不惜龙位 事到无敬影了三年 我也找了三年 却始终不见真龙的踪迹 所以说这枚龙殿 我不能带 放屁 初总 你别停在下车 她就是不知道在你的地摊上 把那个蒋龙殿 在那装我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盖了龙殿 你可就是坐舍了 冒充龙殿店主的罪名 你根本不敢盖 对 冒充龙殿店主 那是全家招人的死罪 胡杨他不敢带 他就是怕死 他就是假的 够了 初遥 你在我的入殿申请书上 做手奖 害我迟迟不能加入龙殿 这笔账 我绝不轻饶 你不轻饶又如何 干扰龙殿入殿秩序 等同于触犯国法 更不要说你 刚刚还大言不惭的 冒充龙殿店主 这更是最佳一道 我现在就通知 云城的龙殿阵兽 等他一来 你今天要倒大量 就倒的没而已吗 你这样 你给你们阵兽 帮我带一句话 什么话 叫他马上滚过来 给我跪下 初遥 你好大的口气 你可知道 龙殿阵兽 在地方 是什么样的团 我知道 戴天暮将 镇守一方 商甲剑之虎手 百姓欲之低头 子孙三代 窒息殊肉 既然你知道 还要执意找死 那今天 我好好送你一场 我这就给这首打电话 哈哈哈哈 这只傻狗 就是继承了点家产 这尾巴都要撬到街上了 连龙殿的人 都不看在眼里 我看了 你得会怎么办 家产呢 雍城龙殿正省 黄谢珠黄老 敢对黄老不记 大友 他们全家超感动轻的 你刚刚对我做的一切 我都记在心里 你别指望 等会黄老来了 我会跟你说任何好话 你在自作作情什么 少爷 不要说了 龙殿地位之高无上 一方正手能和侍首平级 不是我等这种商业家 所能够惹得起的 等黄县正来了 你看看到底是谁 惹不起谁 你好大的口气 电话刚刚未经打通了 黄老本人就跟侍首 在楼上吃饭 我马上走下 等死吧 你不用马上了 谁让老夫过来 跪下了 谁让老夫过来 跪下了 楠阳 你看 不止黄老来了 龙殿上也跟他来了 还能光好 那位 可是重要性 在省里 能搭背景的 有可能 他刚刚和黄老吃完饭 一起叫的 这下 表达算是 厨阳 要是怎么守着 见过 楚公子不必多礼 老夫不喜欢 反文汝尖 那一头 龙石手 老郭 这位是楚风 是楚家的大少女 刚刚就是他给我打电话 见过龙石手 见过郭老 你刚刚打电话 说是有人让我过来 跪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 他可不光光 你叫人家撒会 刚才口出黄阳不如链 咱们说 他就是龙殿店 哦 还有这个 你有所不知 虽然我还为正式加入龙殿 但是呢 我对龙殿 那也是忠心耿耿 容不得半点被人误会变 我所说 继继续实 小子 你可知道我的身份 知道 那你又可知 我在龙殿的地位 也知道 那是谁给你的胆子 敢冒充电主 还要老夫给你跪下的 说完了吗 说完了 说完了那我问 你到底是对 还是不贵 你到底是对 还是不对 好 很好 你明知道我是大厦龙殿的高层 还如此冥顽不灵 就敢当面对我不敬 龙先生 你们这边的本地人 难道就不知道 龙殿在大厦的地位 花了 我们云城军委 若年来广受龙殿痕 下到三岁孩腾 上到八岁老人 可没人敢说龙殿半点不是 这人肯定不是云城本地的 我们云城不可能出现这个本地 老师叔 我建议你啊 要向你这边精神病院的记录 看看是不是有患者 好了出来 小伙子 老夫从来不喜欢欺负弱者 念在你多半清时有点问题 刚刚的事情 我给你个机会 当众给我道歉 这个事情就算了 回去找个大夫 好好去对男人 黄老 他犯下滔天大罪 敢当众羞辱你 你就这么轻易放过他 他冒充的可是龙殿殿主 就应该把他抓起来 杀起敬猴 这小子 你清醒了 他刚刚 是故意的 此人虽然是我弟 但是早已被赶出了仇家 还望您不要顾及我的面子 此事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我说你们这些人呀 怎么动不动 就想置人于死地呢 我农店中人 向来宽宏大量 更何况 这对面也是个傻子 给人家一次 改归自信的机会 小兄弟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今天你好好给我道个歉 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你让我跟你道歉 不好意思啊 你 还 不 嘿 你 这楚阳疯了吧 敢对黄老这么说话 就是 找死 这小子这么小 不会是真的有什么背景吧 真的要有背景 能在咱们家 当三年生亡女区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越来越没有教育 机会给过你了 你自己找死 那老婆只能公事公办了 来人 等等 我家少爷不愿意道歉 我来替他道 我家少爷刚刚离婚 脾气有些暴躁 言语中无意间冒犯了龙殿 也冒犯了您 实属罪过 还请您万分见谅 至于他刚才说 他是龙殿店主 那都是假的 当不得真 天雪 把身子指起来 你是我的人 不需要被任何人低头 所以 你 够了 林小姐 你家少爷 就这块 你也看到 今日之事 你不要惨我 土娘我必须带着 来人 不 我可以替我们家少爷赔钱 我立马里云城龙殿 捐款三百亿 作为赔礼 您看是否可行 三百亿 林家雪 你哪来那么多钱 现在整个楚家 都是我说了算 我才是合法计成员 你不觉得你花了 米分钱 都得我先同意 你 够了 拉拉扯扯 有没有把老夫放在眼里 来人 把楚洋给我拿下 不行 谁都不能带走我这少爷 林小姐 我知道你是地间的大家族 但这里是原城 是老夫的地方 你这样 让我很为难 钱雪 你们还乱着干什么 让开 我跟他们走 少爷 你疯了 跟他们走 能如何 以我在龙殿的身份 他又是个动物 这天 我就踏踏他看 哈哈哈哈 你小口气可真大 那我今天倒要看看 这天是怎么翻到 行了 风了 别等了 把这个跳梁箱子给弄走 你们两个 带他走 少爷 你在这等我 我 我等什么 三分钟之后 他们会求着我回来的 少爷 可是 哈哈哈哈 不 他楚洋不是很狂吗 这就是下场 天到好罗会 苍蝶饶过水 楚洋那有惊天 我可就是活该 我居然跟这么人生活的翻面 真是愚蠢 都给我闭嘴 闭嘴 该闭嘴的人是你了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你还真以为你现在是高高在上的林小姐啊 你 林天使 我看你还是算了 你看看 你偏死保护的楚家小少 你抓了 下半辈子吃牢饭去了 你也给我闭嘴 我家少爷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绝对饶不了你 你搞搞清楚 楚家的老爷子已经死了 我家的小少爷刚刚被准备发送 你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 不过呀 本少爷也在你留几分能力 这样吧 你现在给本少道歉 我考虑在楚家留个位置里 怎么样 我向你道歉 不好意思 你不配 你连给少爷提鞋都不配 谁给你的勇气还在这水影 你该会真以为你家小少爷 三分钟就能回来 我还真就告诉你 别说三五分钟 就是三十分钟 三个小时三年 他都回不来 楚风 你有什么可对 你信信狂吠的样子 像条狗 你说什么 我说你乱叫的时候像条狗 而且我还说 少爷三分钟后 你们一定会求着他回来 我看你是信狗不迟迟发枪啊 好嘞 楚总 这一个蠢女人生什么戏呀 这大警网中的 就是名义生产 对 楚总 您现在可是万亿出家的掌门人 以后更是要进入龙门发展的大人物 他林千雪就是破鞋 你跟他去掌门 有了功夫 也不如跟我女儿认识一下 那样 赶快 你出准点声招呼 丑总 初次相识有些冒昧 但我还是想问一算 能不能提携一下我 我想去地军发展 我 我当年了小跟班 也行 这次你们苏江能在这么重要的日子 跟我站队 那日后如果有好处了 自然也不会忘了 不过今天这一切 还要多归功于皇王 我这也还不是龙殿的正式典员 以后的路 还要多归皇王您提醒 龙师长 你看这小伙子就很懂事 为人处事 直到轻重 他可比刚才那毛头小子 懂分岁多了 黄老 我建议 现在您亲自给他引荐 让他正式加入军 主邦今天的表现 能看得出来 对龙殿极为尊重 那这样 我亲笔给你写一推荐信 保你加入龙殿 来人 以莫伺候 咱们大师父好了 什么事 哄哄哄哄 殿主大人他 他在云城被人抓了 啥 殿主大人 别人说 什么 什么人这么大 他不会 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龙殿云城镇属黄献忠 在镇子的松龙宴上 直接把镇主给抓了 区区一个云城镇属 下手楼的围 他抓电子 他是真同行 这天地冲破 给我把他的联系方式查出来 黄老 什么电话 没看见老婆就忙着呢 王老师 是龙殿总部打过来的 什么 龙殿总部 你怎么不早说 该死的东西 喂 黄老师 你今天算干了几好事 不好意思 你是龙殿哪位 姓黄的 我看你这五十年的板都白痴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叶 叶 叶战总 叶战总 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问问你 你今天是不是把电主给抓了 啊 什么电主 我不知道 龙殿电主楚阳 什么 他 他是电主 王信众 现在已经惊动了龙殿的十大分布 三千龙外都被震动 我也正在调集兵马前往云城 我告诉你 但凡楚殿主掉一根毫毛 你黄县中难命了 瞧 黄老师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警察成这样子 这 这 就是你他妈干的好事 快 那楚阳给我请回来 请他回来 别他妈废话 还不会是 完了 完了 这下真的把电给塌了 楚总 黄老师 我为什么打你 对啊 怎么还要把楚阳请回来 这 这什么意思 难道楚阳真的有背景 我就说我家少爷有背景 可是你们都不信 您先选 少给我信赛乐祸的 他楚阳就是一个废 他就算有什么背景 那他的背景也是个废 够了 跟你说了 黄师兄 你快去查 楚阳有没有请回来 要是没回来的话 我亲自选 不用了 我楚阳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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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少爷 不不不不不 楚阳主 您没事吧 我的手下有没有冒犯到您 你觉得呢 啊啊 楚阳主 我也是被人困惑的 我也是受害者 他死属 就是这小子害的我 不是黄老 我也不知道 他真的是天主吗 龙殿总部亲自打个电话 你觉得呢 还没对下 他之间全完了 楚阳 你怎么又沉入龙殿殿主了 你到底有多少身份 没有告诉我 我有多少身份 你不配吃 你能不能马上给我滚啊 楚阳 待你眼里 我就那么讨厌吗 对 楚阳主 你不 你也不聋了 楚阳主 都是在下的错 千万给我一个机会 我给您赔罪 行啊 我给您的机会 你好好回忆一下 从你进来开始 在场的所有人 说过多少对我不尊敬的话 我只给你三秒钟时间 三秒钟之后 你要是打不上来 你这个镇手 就别打了 楚阳主 这我怎么怎么回想起来 三 使不得 使不得 二 都想不起来 一 龙先生 我给你机会 你也不中用啊 啊 这点能力都没有 你怎么在龙殿待啊 从今日起 你皇家 连同梁 苏两家 给我在云城 一并除名 妈 妈 还有除名 不然 你以为来 那个楚宫 这事情我就忘了 还有你 我现在以楚氏集团 持续 懂事的身份 正式 公知 从今天开始 你带我的体肩 正式 这背 不许 他是我 楚家 犯了 你一定要把事情 做这么绝吗 这在场每一个人 你都不愿意放过吗 你这么做 少晚会把自己 变成孤家寡人的 谁说这也是孤家寡人了 千雪永远追随少爷左右 还请少爷 带我回家 还请少爷 带我回家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带你回家 不然就寻他们几个 走 春瑶 你别去 四位啊 你看你做了什么好事情 这么好的老公 三年了 一条都不珍惜 臭屁眼啊 你还有脸说我 就说你骂楚阳最多 男人关钱怪我啊 要我说 还有男人贵人 死老太婆 你师父干嘛 我才是跟着你们家 跟我干呗 你妈是死老太婆 我骂你 你们大夫大哥 两家都被你们回家 都给我 这嘴 信不信 我今天很深思的你 滚 妈 这都什么时候 放开我 还在帮你动啊 糟糟 事情都没有结束呢 你们超级吵什么吵 怎么没结束 我们几家都要被出名了 已经成三家之犬了 还没结束呢 你们就那么确定 他楚阳是红电店主 主播 求求你 你别的作死 现在 我们好歹保留住了一条性命 再冒下去 我们来并都没了 你们知道个费 你什么阅历 本上什么阅历 他楚阳 我总想看到他 他什么狗样子 我不知道 如果他是红电店主 他手上没用件 为什么不戴在手上呢 王老都给他跪下了 他不是店主 还能有谁啊 王老跪了 那是大厦龙店 不是他楚阳吗 有你们的钟老子 好好想一想 王老是接到大厦龙店电话 才紧张成那个样子 跟他楚阳什么关系 依我看就是大厦龙店 有人欠他楚阳人情 过来给他还人情 帮他撑场子的 这我没有看见他戴上那个龙剂 我也没有亲眼看到他是万人景样 我不相信他是龙店店主 就算他欠龙店店主的人情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三天后是地经商会 经议会长选举日 到时候龙店店主也会来 你们不妨等到那个时候 再去亲眼看一看 他楚阳还敢不敢 当着整个地经权贵的面 宣布自己是龙店店主啊 姐我们先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 我不看到楚阳 不上龙店店主之位 我绝不死心 梁家豪我不管 你给我想办法 三天后我也要去参加地经商会 你当时又想说 对我不信 不信楚阳他就是龙店店主 行 我叔叔在京都还有些人 到时候一定带你们去 我也想看看 而楚阳在那些大厦龙店 还怎么给我找 少爷 你在看什么呀 看龙 看龙 少爷 你有空 你都看看我 看你 看你干什么呀 因为 再不看我的话 我就要结婚了 你要跟谁结婚 地经周家的二公子 他前年已经逼我地下了婚约 千雪 你从小便是我楚家养大的媳妇 你跟外人结婚 你开什么玩笑 少爷你 我什么我 我现在已经跟他离婚了 这三年跟他在一起 只是为了履行 父亲交给我的任务罢了 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 自然应该拥你入怀了 可是少爷 周家近年 风头正盛 实力已经在楚家之上 如果我跟周家退婚 转而跟少爷在一起 一定会害了楚家 也害了少爷 而且这次千雪来云城 只是为了接少主回京 距离少主正是接管楚家 还有一定的距离 为什么 少爷三年在外 有所不知 自从老爷子死后 楚家八位股东 一直很赤躁动 这次老爷子 立少爷为继承人 他们也一直颇有微词 少爷这次回去 恐怕会遇到不少的麻烦 放心 周家公子也好 楚家董事也罢 我都不放在眼里 少爷 你到底是有什么底气 才能说出这种话 千雪 你以为我说我是龙殿店主 只是一句公话吗 千雪自幼与少爷一起长大 同会见过少爷 与龙殿之人也不会接触 更何况 突然预居于万人之上 成为龙殿店主 那你觉得 刚才黄县忠 为什么对我那条心惊 想必是老爷子生前给少爷留有一份人脉 供少爷关键的时刻使用罢了 千雪 你错了 好了少爷 你不用向我解释了 你也不用跟我解释 这个世界上不管有多少人对少爷有误解 千雪也一直会照应在少爷的身后的 为什么呀 因为千雪永远是少爷的 小跟班 好了少爷 此番回京还有八个老安顾董事长等着你呢 我先替你回去召开董事会 等你回来了 可得好好收拾他 去吧 立主 不下来吃饭 还忘记 责法就不必了 一跳在这个世上 没人能动得掉我 说吧 这个时候来找我 除了来请罪 还有什么点点事吗 立主 五年一次的帝都大会 即将谈目 按照冠礼 可帝都的商会会长 应该由您亲属 主家四次前来 想要请问您 此次出席三家 帝都商会 之前一直由我父亲来主持 如今他已过去 也该由我称极楚家的门面 传令下去 有会局 是 我离家三年 对帝京的情况有些陌生 现在在帝都商会里 有哪些家族可以升任会长立志 回电主 实力对强 表现最好的 应当属是您父亲带出来的主家 以及 帝京周家 这二个其中 周家为行 这周家 近几年来 风头赠盛 大就可用 周家呀 周家就不必了 那您的意思是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了 会长一直发落谁家 我自有的 是 一切听 便取安排 这个 这个 是帝京商会 最高级别的邀请谈 龙领 请您务必收下 我怕您去了之后 有人不识您的尊者 闹出 主下以为您安排了回京的关机 并且在机场 为您安排了正大欢迎仪式 还望您移步 不必了 此次回京 低调行事 那个机场欢迎仪式 先撤掉吧 后面要自有安排 好 领主 请 四位董事 离团新任董事长 楚阳上任在即 按照万里 在座所有高管 都要向董事长进行数值 数值报告 各位律师妹好 数值不值 他楚阳 在外面整别 当我三年上文明 给别人整天端茶地水 当牛座 听什么 让我们给他数值 这东说的没错 他一个 挺多家传离团 在菜市场跟人斤斤计计计的 一个活动费 凭什么 让我们这些 意外集团的合法 给他数值 就在这争数了 他们能听懂吗 陈董 孙董 我再强调 少主是老爷子 以前定下的地层人 一股中写得清清楚楚 你们今天说这些话 难道是想违靠老爷子的一致 你少在这儿 老爷子 虽然把近书人给了他主 但是 明眼人都知道 那是老爷子 老胡 老爷子 老爷子经营丑侠百姓 他最大的一致 应该是希望楚家有一个对话 而不是把楚家交到一个背部手里 眼睁睁的把楚家推掉 我等现在回想到楚家素质 不再不是违背了老爷子的一致 反而是 维护了老爷子多年打下来的记忆 对 不能把楚家交给那个代家子 各位 我劝你们嘴巴放干净的 否则少爷回来 后果自负 一个废能让我们后什么后 整天表浪当 不悟正业 你这就看看世界 今天可是他回楚家的第一场 现在 吃早饭是个蛇 去问一下 少爷还有多久才到 不用了 我到了 楚市集团 葱市集团董事长 楚洋到 方偎 演出 遥 кас 你 这是 Charleston 可能 先知,我劝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在我面前再说,想造人事宜,陈总,一会儿好好说,别发火啊,发火,是有道理,他一个矛头小,凭什么让我们等他半个小时,路总塞车,塞车,你是开什么时候啊,马自达,马自达,万分塞车,你看看在座的段位,是今天来的药,还老是来的孙,药的昏池, 而你身为堂堂的金坛董事长,做一个马自达,你丢不丢人呐,我却二位最好搞清楚一件事情,本少做马自达,是给马自达的面子,而你们做劳斯莱斯,是劳斯莱斯给你们的面子,两个还要依靠外国来修饰自己可疑自分心的废物,你们,有什么资格一路本少, 小小子,秦云是你在这里拍桌子的,这里可是主下组织会建计,不是你这车子带着的,秦云是你在这里,大呼小叫吗,对,现在在座的各位都是公色元老, 这其中有很多人是你的前辈亲戚,成为一个后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拍桌子,亲戚, 长辈,我看你们就是一群有龙搭蛋,你,你,你们少在这给我高风带上了,我来之前,公布的账户会抵抗,我父亲的远远去世了一个月, 你们几个,就把公司多搞到乌云上去,一大活动,我定要把他放在这儿,我土阳这不回来,就是要损喊大权,重振土家,不比我挺好的啊, 以后,我说的话,就是规章,我做的事,就是制度,我的规矩,就是规矩,我丑阳眼里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在座的各位,谁让你对我有任何不满,马上收拾了有土蛋,谁断成,谁反断,我,你有什么资格反断, 杀武,东西,我打的就是你,难道我还要挑个日子吗,放肆,原来看,当做欧大公司会成员, 你是要翻天的不成,坐下,你,我叫你坐下,干什么,我可是公司的大股东,大股东不能怎么样, 再乌云叫,我把你狗腿打断了,混书,够阳,到底想干什么, 你以为你从乡下找了些啥事,就让我们强行促乱了,我告诉你,白日做梦,你好好看,在这,哪个那里已经没自己的事, 你以为只有你能叫我,你今天要是犯了重怒,惹得我们白脸,我看你这么夹杂, 对,你只能说的对,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将来你能力质花,别忘了,他像你这般, 你这么叫,动不动就打了,要想执掌公司,那你就拿出自己的实力来, 让大家心服口服,光行反而大,权重命,可不贵而尽, 那一日之间,什么叫做实力,三日之后,就是地经商会召开的人, 你要是真有本事,那你就代表丑家去拿下会长这个职业, 你要是真能做的,那我就认你这个动事,当个会长我辞你了, 当让会长我们通通闭嘴,区区拿下一个非常不值的人, 我给你加一条,三日之后,整个地经会奉为百家之间, 整个楚家会因我恩荣,登上地经百家之间, 笑话,不是我看不起你,你恐怕连你已经张本的门递不去吧, 男青人,我劝你不要太启声,尤其是说什么整个楚家都以你为人, 你不成为楚家的耻辱,已经是万一了, 你都看到了,没人想听你说的话, 这也可是必经,那是藏龙卧虎的地, 绝对不是你那云城一个十八岁小城市的一样, 你这时候的话真的很多呀, 我问,如果说三日之后,当少可以成, 我将有老狗叫大黄, 我跟董姓宝, 别着急说好啊, 如果你当成不上,该当如果, 我要当不上,即刻离开主家, 这董姓宝的位置, 好,这是你说的, 大家今天给我做个电, 到时候我们会跟你一起去参与地经商会, 如果当时不上, 你就最快的跟我说你去, 不过短短三日, 倒是自检分销, 好,我等着, 陈锦芝,你去哪儿, 现在还在他会, 他会,他给我的, 他也会, 你, 你们, 少爷, 都怪千雪无能, 没能管理好暑假, 还望少爷赐罪, 不着急, 三日之后, 他们有一个算影, 都会为今天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少爷, 门到了, 走吧, 不要, 你好大的架子呀, 上次董事会, 迟到半个小时, 这次地经商会, 这么重要的事, 你竟然迟到, 什么意思啊, 你见过哪个大人物出场, 不是压轴出场的, 况且, 今日的地经商会, 是为我而开, 我不去, 都开什么, 你又在这招什么急啊, 我招什么急, 我怕你夸下的海口, 到处连门都进不去, 害了我们白白给你丢人, 不是, 老少, 这就是, 你说的在地经语言, 我苏凯, 好歹在语言城, 有三个人物, 你就让我来当保安, 对吧你, 你姐在里面当服务员, 都没说啥, 当保安又走了, 这里可是地经, 哪怕你是个保安, 也比你在语言城, 当少爷家, 真的吗, 那肯定的, 我告诉你, 这个门, 没有我们俩的特意啊, 管他是什么地经, 豪门大少, 还是富家千金, 这也没想解决, 宋本, 宋你妈的还, 老子你自己是叫的, 宋,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这里当然是餐会的, 有问题吗, 餐会, 你知道, 今天这里可是什么场, 这里, 地经本家商会, 里边的, 由地经各大家组投牌首席, 身价摆一起, 用什么资格餐会, 投牌首席, 身价摆, 我现在是地经, 宠家自传的, 是, 身价摆, 我有没有资格, 哎呦, 今日地都商会, 客家都是独要权的, 你有消息吗, 不好意思啊, 还真没有, 少爷, 怎么可能没有邀请他, 我就知道, 没有, 今日地经, 百家商会, 我都说, 百家你吸收到鞋, 这里没有你主家的问题, 赶紧, 白脸, 我说吧, 除了连门都进不去, 他自己都进去, 还带着咱们一群人, 晕着来丢脸, 真是晦气, 你到底行不行, 不行, 别带着我们浪费时间, 虎家老爷硬故, 这个商会情况有变, 你确没有邀请你主家, 但是我们主家这个责在, 不靠邀请他, 搞笑, 你不靠邀请他入城, 那你靠, 靠这个, 龙民铁,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东西, 你上期没跟你交代过, 交代什么, 龙民铁, 地经商会最高级别邀请他, 龙殿高层专室, 见之如见真, 普通人见之, 当折腰服势, 这些你上周都没跟你讲过吗, 什么买巧, 即日商会邀请他, 只有一种, 你这个, 跟别人长一种不一样, 那肯定就是假的, 别以为, 随着这种名字, 就能吓我, 我警告你, 赶紧拿着你的假邀请, 说, 龙殿高, 我懒得跟儿子如你计较, 你们上帝在哪, 全部马上滚下来见了, 虎阳, 我劝你还是算, 那台钱丢人丢得不够吧, 你还想把事情闹大, 就跟他那两个招, 别等人家老板一会儿下来, 都不好综承了呀, 随随, 我们家少爷敢叫他们上帝下来, 自然是有可得道理, 还轮不到你们在这封年封年, 林仙雪, 我看你是谁, 处处为故这个楚阳, 行, 他楚阳不是想叫我上帝下来, 我先死去拿, 好, 你快去看一下, 楚阳什么时候能到, 他要是不来, 这地青商会还怎么开啊, 好嘞, 您别急, 先喝口茶, 缓缓, 喂, 怎么了, 喂, 二丑, 你赶紧下来, 有人上手会吵, 别这么打仗, 赶紧今天这种场合, 过来捣乱, 你等着, 我马上下去, 哎, 徐总, 下面有点事, 徐总, 处理一下啊, 赶紧去吧, 楚先生随时都可以到, 千万不能让他看见, 有像不好的印象, 咱们都得吃不了, 都要走, 这电话我已经等了, 我今天到时候要看看, 你楚阳在明镜不吃毒三年, 在这经过, 能发起什么乱法, 少爷, 我们已经迟到很久了, 不能再跟他们纠缠下去了, 我们里面还有几个商会的朋友, 要么我们联系他们, 让他们带我们进去, 不用, 我先把这两只苍蝇解决的再说, 这样, 你说什么啊, 血你怎么放干净你, 哎, 哎, 铁住, 说一下, 哎, 就这小子, 人家就假邀请啊, 这又是上闯会场, 被我们拦下来的, 我这个, 对, 就是这个, 哎, 这点小事还要跟我们恢复, 我他妈找你们两个来, 是干饭的吗, 还愣着干什么, 楚先生, 把上级要倒了, 还不赶紧把这些垃圾, 给我亲出去, 你处在干嘛呢, 你要的上级, 我跟你笑笑, 人家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跟进回来, 这就是你所谓的上级啊, 连我都不认识, 看来你上级的级别还是不够啊, 臭小大, 你说谁级别不够, 我告诉你, 秦云庄, 还能举办国宴的地方, 接待的人, 上达天厅, 下着忠诚,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来这里闹事, 我劝你放明白一点, 赶紧自己, 不然的话, 我们把你赶出去, 丢里面, 我是你, 放, 你一个臭打工的, 接待了几个大人物, 还真把自己当的东西了, 谁给你的胆子在这里质疑我们少年, 再多说一句, 信不信让你连酒店都开不下去, 我给你最后有机会, 把他让你的上级下来, 让他亲自过, 唉, 我上级, 可是青云庄的老板, 徐子, 你想见, 你, 还不够渴, 进不去, 你不要强强了, 你非要让我们给你把脸丢鸡怎么唱, 你要是想丢人, 就继续在这闹吧, 是我们的奉鸡, 别我带着, 你们几个, 成功地耗尽了我的耐心,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马上叫你的上级下来见我, 否则, 后果自负, 好一个后果自负, 我今天就站在这, 那青云庄, 已经进不去, 我最后再问一遍, 你到底是鬼还是不鬼, 冰王, 喂, 哦, 电书大人, 有何关注, 今晚的要过你怎么安排呢, 我被拦在了门外, 什么, 电书大人, 我不是给你弄链铁了吗, 被人撕了, 什么人敢撕, 你弄链铁, 电书大人, 请我过去, 我现在, 马上带人去处理, 不用了, 马上要青云庄的套房, 下来见, 我给他三十秒时间, 三十秒之内, 我要是见不到他的话, 他的青云庄就别给我开了, 你不叫你的老板, 我叫, 三十秒, 是你最后的在职时间, 好好珍惜吧, 三十, 你这是找死, 也不给自己多一点挣扎的空间, 我就给你三十, 我倒要看看, 你, 不够, 你还妈的在搞什么, 我, 你没搞什么呀, 没搞什么, 没搞什么, 为什么叶老婆打电话, 让你把楚先生拦在外面啊, 楚先生, 难道, 是他, 什么是他, 就是, 刚刚说三十秒内, 让您偷楼梯上滚下的人, 就是, 就是他呀, 您, 您就是楚先生, 徐建成, 您手下的保安好有本事啊, 从我进来到现在开始, 足足他妈拦了我十多分钟, 杰文平, 你他妈到了在搞什么呀, 这又不是我的错, 对, 都是, 都是他们两个, 对, 都是他们两个, 不是, 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拿了一张奇奇怪的游戏, 我们也不认识啊, 说什么, 龙灵铁, 龙灵铁你也敢死, 你想活了吗, 龙灵铁全球只有一张, 专为龙电电主定制, 瞎眼的东西, 我打死你们, 看着干什么, 赶快去楚先生道歉, 楚先生, 不, 楚哥, 楚哥, 是我们游戏无珠, 你看看来, 我是你前夕南游戏无珠, 让我游戏无珠, 楚先生, 姐夫, 好姐夫, 你做错, 扰命, 你扰命啊, 机会我在云城已经给过你们了, 你们现在才知道有眼无珠, 机会在云城我已经给过你们了, 是你们自己不珍惜, 你们到现在才知道自己有眼无珠吗, 反正下去, 把他们两个在行业里给我封杀, 以后月薪超过八百的工作, 都不一句入职, 是, 还有你, 楚先生, 这都是他们两个的错, 您放过你们了, 我家上了八十岁老母, 我下了三岁的孩子, 中间我还有三十年在放贷, 您答应他, 少了一把, 成年人了, 多做事, 少卖惨, 更何况, 到现在都不敢承认你自己有眼无珠, 传练下去, 把他爱库封杀了, 机会下了, 不能了, 我家里还有先生的孩子, 您不能封杀我呀, 拉拉扯扯, 成什么样子, 你身上大腿, 也是你可以帮的, 来人大, 把这三个东西, 放出去, 机会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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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先生, 今天的寿命, 罪该万死, 跟请, 除先生出发, 不必了, 你自己下里好好反省, 你跟他地球上海等我去拍, 好, 和人请, 老孙儿,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啊, 除阳这小子刚才一直被拦着, 怎么突然间就被抢进去, 你们说, 是不是除老爷子生前, 跟许老板有交情, 所以才对除阳这么客气, 肯定是这样, 除老爷子生前, 在地经人买极广, 德高望重, 许老板, 肯定是看在除老爷的面上, 才放他进去的, 你说这小子, 怎么摊着这么个好爹啊, 这么好有什么用, 现在就能到这儿了, 今天这里面的, 可都是地经各大豪门的家族, 身份, 不必在除老爷子地, 我倒要看看, 他除阳, 敢不敢在里面, 还是那么狂, 就是, 走, 周少, 来来来, 我先救你, 今日之后呀, 这周家, 可就是地经商会之手, 以后, 您可得多多关照我, 哎, 李总, 你抬举我了, 这商会会长之位, 尚未确定, 我如果现在受了您这杯酒的话, 那岂不成半场开香槟了, 周少拿了, 周氏集团的市职, 已经登了公司第一, 放连整个大厦, 除了当年的楚家, 还有谁, 能与您品牵的, 楚家, 楚家的老爷子, 尚未已将死了, 今日, 看来这参会的名单都没上, 还拿什么, 跟周少比较, 周少您放心, 楚家, 无人可计, 周家, 一非一家之大, 会长之职, 非您莫俗, 我们一起, 进会来的, 周会长一杯, 对, 周会长, 谁说我楚家无人, 楚言, 这不是土家气少楚阳吗, 他不能回来了, 他赶到家, 当上了上门女, 这怎么又回来, 走, 看来, 楚阳, 他, 他竟然真的来了, 抱歉各位, 求党啊, 求党, 你这个人说话真有意思, 谁刚说, 我们在这儿等你了, 你说什么, 你早都被递经的, 上门圈子, 出名了, 那今天, 是谁允许你到这儿来的, 少爷, 差点, 道歉, 差点, 你这个十八县, 小城市上来的废物罪血, 凭什么让本少都有差异, 你配吗, 周头被你递, 我家少爷已经回归出世, 他现在是楚家机关的董事长, 你敢跟他久当中过, 没有好这个后果, 回归了是吧, 楚家少爷是吧, 老子今天破的就是你这个楚家少爷, 来人, 快给少爷擦擦, 什么, 我破一个楚家少爷有破吗, 有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啊, 哈哈哈哈哈哈, 看到了吗, 土阳, 你回来又怎么样了, 我告诉你, 你们楚家, 早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楚家, 而你楚阳嘛, 也已经不是地心天骄的那个楚冲啊, 家那个时代走不过去, 你听得懂还是听得懂的, 说完了吗, 说完了, 你有话要讲是吧, 说完了, 就给我, 闭嘴, 你你们居然敢打我一, 我打的就是你, 我告诉你, 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周少, 你不是干什么, 好你个楚阳, 你他妈有种给我挡着, 等我今天选上了会长, 不要让你们楚家, 在整个地境都没有立足之地, 还有你啊, 连千雪, 你不是我未婚妻吗, 谁允许你站在楚阳旁边的, 你赶紧给我滚过来, 闭嘴, 我从小在楚家长大, 我真悲, 只会跟在少爷上的地方, 那你意思, 你要毁婚了是吧, 是, 既然少爷回来了, 这婚我就毁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跟他的婚约是怎么回事, 去年他逼我, 如果我不跟他订婚, 他当上帝经会长之后, 就会重点打压楚家, 当时老爷子已经病重, 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 我没有办法, 只能答应了他, 千雪, 这几年你说委屈了, 不过现在我已经回来了, 这些事情不必大些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会长之为, 周家根本就选不上, 楚阳, 你刚说什么, 我周家选不上, 我看你这个没见识的, 不过是在乡下待的带脚, 在外外的消息一无所知是吗,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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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他讲讲, 地军现在是在天下啊, 在你离开的这三年, 周氏集团, 在周上待在, 市值已经翻了整整八倍, 现在已经越去故事第一, 而你楚家, 已经从神团跌落了, 现在, 连钱十都拍不上了, 今天商会选举, 会长的位置将由农店至尊亲职, 那既然是选会长, 肯定是看中商业男狼的, 你就是一个十八线盘的小狗狗, 而我呢, 是全必经最富胜利的生计奇才, 你拿什么跟我狗, 三年八倍, 股市第一, 就这点实力, 谁给你的勇气在我面前吹嘘的, 好大的口气啊, 张口闭口瞧不起我三年八倍, 那你有什么本事,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天雪, 替我发布一条消息, 就说我楚阳, 今日已经回归, 现在急需融资, 三十分钟, 我要看到楚氏集团股票增长百倍, 登顶第一, 少爷, 真的要这样做, 照做就行, 这种人会说, 这种话都跟我外说, 哎呀, 我们才疯了, 居然会垂得跟他一起一起来丢脸,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 你先别管我们几个信不信, 你自己的人都不相信啊, 还放个什么消息, 能让股价上股个百倍千倍,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是吧, 你不要用你的无知, 无量, 无量, 好好好, 您有影响力, 您厉害了, 那我请你说话之前, 先送公子好, 行不行, 那股市一天最多涨十个点就到整平坊, 你楚就要拿头抱上百倍啊, 这事, 你可别信这傻子, 他连今天是公子股市修饰的股之洞, 就是, 一点常识的股, 都都不好了, 什么事啊, 慌慌张张的, 都不接到消息, 股市突然临时开盘了, 什么, 这大周末的股市突然临时开盘呢, 这可是从来都没发生过的事情, 难道, 威力是死, 人是死, 本上回归处家, 这么大的事情, 不值得他开盘一次, 你少得这么放屁, 股市可是事关千万企业的, 你怎么能因为你一个人换规矩, 是吗, 这又不好了, 他们怎么了, 股市刚刚报几分, 取消一切到钱交易, 你不是这么轻烦啊, 你真的假的, 你别说了, 让我看,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 储家的股市, 会报上百倍, 主阳之前说的话, 不论有多礼物, 都已经应验了, 难道这次也, 周腾飞, 别研究你那所谓的规矩, 本少告诉, 我说的话, 就是规矩, 而且刚刚本少说过, 三分钟之内, 要让储家的股市, 暴涨百倍, 登, 现在, 三分钟到了, 我去了, 这真的开始涨了, 这怎么可能, 三秒钟, 暴涨十倍, 不不不, 你就二十倍了, 哎呀, 三十倍了, 而且都是国际的资本, 的疼狂的买入, 初阳, 这真是你干嘛, 摄影一句话, 竟然能让全世界的, 资本人真不好, 所谓资本, 只不过是金钱人的细法, 只有真正的实力, 才驾驶经济, 懂吗, 哇, 我真的要回去, 你跟我家的狗姓吗, 才不定啊, 储家市值暴涨百倍, 那我们也发财的呀, 哎呀, 不就说嘛, 这除了我爷子的后代, 他能力肯定不会差呀, 咱们家岂不是也要跟着发财了,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等等, 三分钟暴涨百倍, 这绝不可能啊, 你刚才自己的说, 资本只不过是数字不细吧, 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呢, 我就只能理解了, 有高人在背后帮你造势吧, 主帅,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动动你们几个的猪脑子, 给我好好想, 这股市怎么可能大周末临时开门呢, 还出现暴涨百倍的这种离谱事情, 要不说嘛, 这肯定是由高人在背后帮他篡改数据, 要真正话全世界不都乱套, 他们家的股市全是泡沫, 三天, 要不了三天就得全部跟爹上去, 现在说说吧, 背后帮你, 到底是谁, 罗总费, 你的无知简直是超我的想象, 我无知, 你干嘛搞出这么离谱的事情, 谁能信,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你们信吗, 我们都不信, 这没人相信你主家的事之破, 你信我破, 你们不信我信, 你说的话, 他们不信, 我信, 我全都信, 以前的我真的好事, 你一次次将实时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一次选择相信, 这是今天, 我苏洛阳与楚家共进退, 宝洁娘们谁呀这是, 不知道呀, 不知道从哪跑出来一个宝洁, 难道他是楚洋的, 想好啊, 这个人, 是楚洋在云城的老婆, 什么老婆, 你去离婚了, 千奇, 你干什么呢, 我在为你说话呀, 你是不是在云城巴省恋爱狗, 现在跑到这来死缠烂了, 还帮我说什么好话, 你觉得你配吗, 我懂了, 因为我现在身份意见, 我配不上你楚家大少爷, 四处方便为你说一句话, 总就丢了你的脸面是吗, 是, 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我轮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怎么是厉害呢, 是, 我现在是你的糟亢之气, 俗话说的好, 当时你不客气, 你凭什么这么摸听话呀, 凭什么这么嫌弃我, 你说啊, 苏老婆, 你现在终于淫乱了, 我懂什么, 当年我在云城做宝安的时候, 你是怎么欺负我的, 是怎么嫌弃我的, 我连在街上跟你说句话, 连在宴会前跟你的家人站在一起, 你们都觉得人耻辱, 是掉下是吗, 现在你当时不会喝, 就不能我嫌弃你了是吗, 不觉得你很双标吗, 那还不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你明明说了就可以, 我说什么呀, 在你眼里, 你怎么横量爱情, 谁有钱谁有事, 你就跟谁走不是吗, 不是, 我看你就是, 你手在这纠缠我, 你什么脸, 你现在跟我装作一副 重复可怜的样子, 那我问你, 以后你要是遇到一个比我有钱, 比我更有势力的人, 你是不是要马上翻脸,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真心不是这样想的, 我只是想好好跟你在一起, 你就能带给我一次机会吗, 不能, 为什么, 你没有人跟你在一起, 嫌你丢人, 那你这么说, 我们之间, 就彻底不可能了吗, 你我之间的情绪, 现在只是你对, 你想行愿, 可是三年的感情, 我放不下, 放不下是你自己的事, 可是你就是离异的男人了, 这辈子, 难道你要服侍一人吗, 我觉得你自己跟你搞笑吗, 你真觉得我楚阳这辈子, 非你不可吗, 婚离了可以在一起, 坚弱了可以在一起, 这天下之大, 有都是女人想嫁给我楚阳, 我不信, 我不信会有人嫁给你这种不信, 怪异之人, 谁说没人家, 没人嫁, 我嫁, 这林清雪不是楚阳的哥们吗, 原来他俩还有一腿啊, 这人, 竟然自己的下属有一腿, 这楚阳的品位, 太长, 你们两个还有这种关系, 我也要到林清雪, 老是吗, 就是, 我等了,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嫌弃我了, 原来你早都已经有了新花, 从今日起, 我退出, 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们的生活, 等等, 秀小姐, 你走什么呀, 这个楚阳把你伤得这么深, 难道就只会抱起, 然后你拟了第二次几分, 什么第二次几分, 你想不想, 重新把楚阳踩在脚底下, 真的,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可以帮你把楚阳踩在脚底下, 然后把你绑上星辰, 让你当百亿大小姐, 甚至千亿大小姐, 到时候他楚阳, 就只能屁颠屁颠的来求着你原谅了, 真的吗, 我看苏小姐这性情刚烈, 什么貌也不差, 又何苦自作清剑呢, 来, 先给苏小姐换身衣服, 这么一看苏小姐还可以挺漂亮, 就是不知道苏小姐借不建议, 回答本少爷的问题, 周少爷, 您尽管问, 你跟楚阳在一起的这三年, 他到底是什么, 又有什么背景, 苏乐阳, 你说吧, 你尽管说, 把你这些年对我的所有偏见, 都好好的说出来, 什么叫偏见, 你本身就没什么本事, 为人刻薄, 心胸狭隘, 要不是有个好憋, 你以为你算了什么东西, 好, 说得好, 我一直就觉得楚阳就是一个废物, 坠血, 无非就是凭借着楚老爷子留下的人脉资源, 在这反度横跳, 今天听苏小姐一说呢, 他果真如此, 周腾飞, 请注意你的言词, 就算我们少爷是利用老爷子的资源和人脉尚未又怎样, 楚老爷子乃是大厦商业的传奇, 难道你想挑战他的地位不成, 商界传奇, 他楚建国一生的顶点就是任劳任怨的混了个会者当罢, 而本少年纪轻轻, 就将跟他做到同样的位置上, 这相比之下, 楚建国是不是一个妃, 你, 周腾飞, 你骂我可以, 但是我劝你不要沾亲带步的罢上父亲, 否则,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还不能骂你爹是吧, 那我今天就直说了, 他建国有什么能耐, 无非就是乘着十几年前的东风, 撞大运飞起来的一头猪吧, 亏你们还一口一个商界传奇, 他无非就是身在了一个遍地捡钱的身份, 早买了几套房, 早办了几个厂, 早吃到一点时代同利吧, 你们让他现在来创业试试, 他怕连个地摊都植不起来, 商界传奇, 我呸, 他怕是连给短上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周腾飞, 给我闭, 老爷子一生攻击, 欺容你个皇后小儿, 在这里给怀, 你侮辱楚家可以, 绝对不许, 侮辱楚老爷子, 我就骂楚建国是老废物怎么了, 我今天不仅要如你们楚家的先人, 当我选上会长以后, 我还要把他楚建国从商会的历史上彻底抹出, 甚至打成奸顶罪人, 够了周腾飞, 我父亲的名字你抹出不掉, 今日这会长之位更是选不上, 选不选的上可不是你说了说的, 看到你背后那个四海手做了吗, 今天的会长将由座位上的那个人轻驰, 在场的诸位, 无论能力财力, 能当选的只有我一个人, 你一个十八线小城市来得多, 你哪怎么跟我争啊, 周腾飞, 你知不知道, 那个位置是留给我的, 那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 四海手做是为你而留, 正是, 不是你妈的头啊, 那是给农店至尊留的位置, 谁给你的鼓打说是你能上去做的, 真是大言不惨, 今日地境豪门齐聚在此, 都不敢觊觎那位置半步, 他怎么说那位置是给他的呢, 这简直是人物啊嘛, 不呀, 你搞搞清楚呀, 那龙殿, 可是凌驾于大厦之上的存在, 我说是你, 就算是你老子活过来, 他也不敢回来我那个位置, 少爷, 有些话不能说过头, 我们是来参选的, 待会还要看人家殿主的脸色, 参选, 本少什么时候说过我今日是来参选, 那你来干嘛呀, 本少今日是来选人的, 哈哈哈哈, 选人啊, 苏小姐, 你这个前夫, 是不是对着你, 之前在云城的时候, 就有受到不着边际的毛病, 估计是要犯了吧, 在你们云城那种小地方, 说些大话也就算, 但今天是地经商会, 电, 以及龙殿, 至尊高层呆会都要来的, 他现在在这大放厥词, 四亿妄为, 简直就是在找死, 你刚才是不是说, 是给你留的, 那你有种上去做, 你要是不做就能够更勤勤, 千雪, 走, 在这里纠缠半天, 我们也该落座了, 少爷, 我不敢上去, 为什么, 少爷, 那可是至高无上的四海手座, 千雪滋润, 还不配上台, 我们楚家, 可算有个聪明, 林天雪, 你可不要平康, 今天, 我们就是和周家起了冲突, 还有违环的余地, 你今天要是跟他上去, 那得罪了, 可定了, 到时候我们楚家, 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 对, 我们可是来选会长的, 不是来这里出阳想, 楚阳, 你少带来到这儿, 楚阳, 你要是想找死你就自己去, 别带着千雪还整个楚家, 楚阳, 你到底有没有种去做啊, 你没种做就赶紧认怂, 别耽误我们大家时间啊, 千雪, 你知道我最看中你哪一天了, 什么, 我楚阳纵横一生, 曾上达九天, 摘星滥女, 亦曾跌入无底, 不见天日, 这些过程中, 我见过太多的人情冷缓, 事态炎流, 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只有你, 一直在我身边, 陪着我, 支持我, 这就是我最看中你的一点, 所以千雪, 你愿意再为我勇敢的自忙, 嗯, 千雪愿意, 陪少爷, 共赴山海, 父亲, 您执掌龙殿数十载, 幸福, 从此以后, 这江山便由我来替您镇守, 这你, 初阳, 他竟然真的来上去, 完了, 整个主角, 都要被他给害死了, 初阳, 你居然还敢坐那, 你是不是觉得坐着很舒服呀, 拉人, 给我把他的路下来, 待会儿给店主看, 我倒要看看了, 一会儿你怎么收场, 不必了, 怎么, 这就害怕了, 不会有店主来了, 这什么意思呀, 因为我, 就是龙殿殿主, 哎呀, 你手, 麻烦在这儿, 说八道, 你管做四排手作也就算, 现在居然敢得寸进尺, 说自己是龙殿殿主, 周少爷, 别信他, 他在云村已经玩过一只霸戏了, 他本就不是什么神龙殿殿主, 这是他爹, 跟神龙殿殿主内部有些关系而已, 他爹, 他爹早就死了, 他就是知道自己不会胜下, 所以在这儿, 装疯卖傻, 他把水搅合了, 主少, 你让他滚下来, 干物你当选吗, 这不, 听见了吧, 叫你, 滚下来, 你们这群东西,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本座今天让你们看看, 谁到底才是人间真容, 天玄, 电话, 叶天玄, 你可以进来了, 是, 走, 一分钟的时间, 我给在座的各位一次机, 如果你们在一分钟之内低头认错, 这个地精商位就继续开下去, 如果一分钟之内没有人低头认错的话, 那按座, 就给在座的各位好好开一场, 追到回, 你这是要跟全地精的人做对呀, 你到底算什么东西, 赶在他喜庆的日子里面, 我想给所有人看这道会, 真假怎么, 怎么就出了这么个, 鸣鸣性鸣鸣鸣的败类, 是你的, 你少在这里博装, 我什么时候承认过, 他是我们董事长了, 再说了, 今天这事情, 跟我们无关, 不要, 这下面可站在你的亲戚了, 你还想给家里面这样的口, 既然是家人, 为了给站队, 既然不站队本座, 为了给你们办不得追到会, 简直就是个禽兽, 为了给自己长面, 现在都六七不认了, 林千雪, 怎么还跟这个疯子站在一块, 赶紧回家, 少爷说要给我们办追到会, 我在这里给他打下手, 有什么不对吗, 够了, 雁主进场待见, 这楚阳跟林千雪, 分明是在这中风卖傻, 企图饶了会场秩序, 我提议将他们二人立刻赶出会场, 放逐边间, 永世永生, 不得回京, 我封印, 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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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吧, 你已触犯重度, 还不赶紧给我滚车呢, 不见不见东西, 运玄斗, 是谁, 敢让电, 你说你滚下, 这不是战尊大人, 战尊大人, 可是龙殿名不其身的二号人物, 替电桌穿过了三线楼位, 怎么一个人来了, 咱们赶紧解释, 别让他误会, 咱们是怎么回事, 来来来来, 多一边去, 让我先来, 我是周家长子周同飞, 拜见战尊大人, 这是什么情况, 战尊大人, 我们几个在这举办地情大会, 这个楚家楚阳带人进来, 是同案会场, 以至于现场无法收拾, 还请战尊大人, 出出行至啊, 不见不见, 他还说, 他是农殿的店主, 他楚阳虽然姓楚, 但是他不是我们楚家的人, 他是捡来的, 那个雷千雪, 跟我们楚家也毫无关系, 放手, 一个个, 满了一个人, 我们俩无处, 目中无人, 膝下半生, 没有脑子, 你打过我们干嘛呀, 他, 楚店主, 什么, 你说楚店主是楚阳, 龙殿家尊, 叶金玄, 参金金主, 参念念主, 少爷, 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本座一生行事, 何曾说过假话, 千雪, 你得选择的证据, 而他们, 都要给我付出代价, 我错, 全都错, 店主, 只属下来往, 让这些萧小之辈爆发, 还望店主, 给损下一次机会, 来惩治这些重制, 以求将功不顾, 你去准备一下, 给他们给我办一场追踪会, 好, 是不得, 是不得, 楚店主, 你听我说, 我连老婆都委屈, 我怎么可能开追踪会呀, 卫主大人, 我这里, 少有老少有秀的, 开不得, 开不得呀, 哈哈, 龙殿家尊, 您是跟我们开玩笑的吧, 我小姐到先, 你网开一面, 行不行, 开玩笑, 你们看本座的样子, 像是在开玩笑吗, 丑丑, 你小小劝, 之前都是我们没做好事, 求你造了我们, 我们给您道歉, 我们都是楚家人的份儿的, 您就怎么不该跟他们一样, 把我们俩人下跌吧, 楚丑, 这怎么说, 我们可是本家, 您总不能对亲人下厮手吧, 您小小, 都是亲人对不对, 就求您饶了我们吧, 好一个楚家本家, 你们现在知道跟本座是一家人了, 那本座问你们, 之前是谁, 一直极力撇清我跟楚家的关系, 之前又是谁, 说我是居家之, 之前还有说, 说我要地青百家骨手, 真是一具空荒道, 昔日本座落寇之时, 是你们六亲不认在先, 是你们对我百般有辱在先, 本座重回巅峰, 你们, 也不要怪本座不留情分, 还有你们, 我曾经给过你们机会, 是你们自己不珍惜, 而今天, 也是你们亲手会的这场地经商会,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好好享受这场这档会吧, 呵呵呵, 简许, 我们走, 来, 出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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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 少爷, 喝杯茶了, 放哪儿吧, 自从你回归以来, 整个地经商界已经重新洗牌, 储家也完成了重组, 目前稳居大厦第一, 可以说是形势一片大好, 除了那天, 在云城露面一次就无故失踪的处风以外, 整个厨师集团, 已经没有了隐患, 按理说, 你应该为这一切感到高兴才对, 可为什么, 你每天还真的能不乐, 把自己关在这里呢? 我能拥有眼前的这片江山, 其实靠的都是我父亲, 留给我的龙殿殿主身份,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只是代管龙殿, 从未成为真正的龙殿殿, 父亲曾经跟我说过, 只有当我真正建龙的那一刻开始, 我才能戴上这枚龙剑, 正是几位, 可是我看天看地看了这么久, 始终却不见龙的踪迹, 你说这楼, 到底在哪儿? 少爷, 龙不就在那儿吗? 原来这楼, 是无自己, 和我家面掌握住